外送员入口突然左转 冲撞富人的机车 只见两辆机车双双倒地 而被撞了一对拇指 两人当场惨摔 而外送员则是摔倒之后 立刻站了起来 一旁的目击店家健壮 赶紧把人扶到一旁 只见小男同被妈妈抱着 坐在一旁店家的门口 一点惊恐 而肇事的外送员起身后 竟然不是先查看对方的伤势 而是去检查机车上的手机 有没有受损 造成三方手脚多数的操作伤 其中一名为六岁的儿童 手脚也要多数到儿童 他坐上 夸张情形附近的民众也看不下去 尤其小男同第一时间还被压在机车下 幸好一旁的店家赶紧上前帮忙 而车会意外就发生在桃园的南平黄昏市场 外送员为了抢快在路口直接左转 造势酿货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宜兰 一名机车骑士在执行的时候 突然遇上对象的一名骑士横向跨越马路 从车阵中冲了出来 骑士因为一旁有轿车挡住 当场撞了上去 整个惨摔倒地之后 痛得一动也不能动 过了好一会才勉强慢慢从地上做起身来 不归旁的目击民众见状 却没有人上前帮忙 而是纷纷绕道离开 倒是肇事的骑士发现自己闯祸之后 赶紧的停下车来 把机车停在路旁后查看对方的伤势 好在当时摔倒了骑士车数并不快 倒地之后身上虽然有多处擦伤 但幸好没有大碍 也已经算是不幸中了大幸 记者刘志祖陶宜报道